蔡英文总统讲过两句话 大家可以上网查 她说如果不是忍无可忍 不会有人罢工 第二个就是说呢 我不会让你们孤单 申缘空服员 所以当时空服员所提出的诉求 照单全收 而这个人蔡英文总统 她现在还是总统啊 那基事所提出的要求 为什么总统没有照单全收 刚刚兵哥给大家看了 从2月出到现在整整的9天 她也不是不存在 她还在呼吁不要酒驾 还在发红包 可是她就没有针对于 以前她这么高度重视 而且不让你孤单 而且如果不是忍无可忍 没有人会走上街头罢工的 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她就不一样了 态度不一样了 因为可以骂的人已经是自己人了 何暖轩已经是自己人了 这第一个阶层 那第二个阶层 观众朋友要知道 何暖轩毕竟她是华航董事长 我刚刚所讲的 当时她就是因为 换掉了国民党时期所 那么可以说指派也好 或者是支持也好的董事长孙宏祥 那你现在是民进党所指派 那谁能够管你 官股你说占30% 那你能不能够让这个人当董事长 你有这个实力 那你能不能影响她的决策呢 能不能影响何暖轩 跟现在的机师 在罢工的这些机师们 坐下来谈各退一步呢 交通部长林家庸说我不行 他说那他都听郑文燦了 郑文燦说不要再来啊 变成新潮流跟郑国会相争了 他听我的就没这件事了 所以观众朋友要知道 刚刚宾哥带讲了 为什么总统也好 或者是院长也好 好像意外的身影 你们不是接地气吗 那这个事情最受影响 大家出不去回不来 大家机场大乱 那你怎么不接地气 哦卖呀卖呀卖来 那个是派系斗争啊 现在是这个龙灿大战啊 是郑国会跟新潮流在那边斗啊 我最好闪远一点 让他们先去PK一下再说 但是这种态度 就跟之前拿出来做比较的一样 之前民进党的委员 对于这个事情是比较积极的 是比较认为应该要声援劳方的 这一次其实也有民进党民意代表讲说 这叫高兴闹事